99%人啊,化妆都会遇到这一遍的情况 眉毛过粗,眼线过盾,腮红一块块 别慌,三个拯救手材的小技巧 就算画回了,人就回来 眉毛画出了,就像我这样 我们可以用粉底液,把多余的画出来的擦掉 比如我们已经画成这么粗了 你就可以在上面擦干净 擦干净你的眉毛更加立体和定性 眼线的问题呢,别说新手了 化妆老手手一抖,眼会变成这样子 不够精致 很简单,也是用粉底液,用棉帆这样去 把多出来的,一擦就包定 来,这么一擦呢,连粉底液,底妆都不用裹了 新手打晒红的掌握不好用呢 就是高原红,麻烙培骨 不用花,我们可以用有色的粉饼呢 又换你的腮红 同时又可以定装,又补装 避免过重的小诀窍 就是打腮红之前呢 先在手背上,把多余的粉末沾走 又会很抖一抖 再去上脸,以轻拍心情点水的手法 很简单 感谢您,谢谢您,谢谢您